建議明年的現金分享計劃 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九千元 非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五千四百元 施政報告出爐 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有沒有錢派 以及派多少錢 幸好翠先生不負眾望 宣佈明年向每名永久居民派發九千大元 而非永久居民都有五千四百元 遺免再挑起港澳矛盾 我們就不要再說什麼行民 派展好還是不派展好 不如我們聽聽澳門市民 究竟會怎樣用這九千元 日像這樣用 九千元就用來玩 一年多九千元 即是一天多二十四個六洗 不知大家又怎樣看二十四個六對生活的影響 沒有的一頓飯吃不到 多了一個下午茶 下午茶 這裡有兩個二十四個半 可不可以打馬賽 喝杯咖啡吃個麵包 早餐成二十元才搞得錢 除了覺得派錢令到物價高到離曬大嫂之外 有些市民對政府派的錢都有其他看法 很感動啊 如果那些錢拿到只是用來飲飲食食去旅行的朋友 不妨學這位叔叔少少玩少少幫下有需要的人 今集好互動就想問一下大家 七年之養過去了,未來你想政府怎樣做呢? 1. 養多我17年都不嫌多 2. 比起養我,我想政府好好規劃我們的未來 3. 養冷的人,不要再派錢了 快點來到我們Facebook專頁,將你的答案Inbox給我們 就有機會抽到我們好傳媒限量版USB手指